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因为就他们的契约 就拆除的契约而言 就等于是说他们有违约的行为了 那但是他们即使如此 他们愿意蒙受这个损失 而让基隆市政府来委托一个历史的调查案 所以这个调查案大概要进行三个月 所以港务公司呢 愿意在这个调查案有结论出来之后 再看西三码头 它是否照原来的文资所做的决议来做 那西二码头我们处理的不只是西二码头的保存方案 还有海关大楼就是整个的码头的 包括那个号制台等等 做一个宏观的全面的码头的文史调查 我听到交通部那边的港务公司的回答 是西二当然大致上同意保留 对 我相信西二是觉得可以保留得下来 但是西三会拆掉五个跨局 那我觉得这个协调还不是很成功 我是觉得如果可能尽可能保留 否则这个协调到最后也是拆嘛 但是他原先的这个规划就是局部拆 那你协调之后呢 你去看过了这个协调的最后呢 还是拆 我觉得不服其待 所以事实上好的建筑师呢 他是可以融合新的设计 这是在考验建筑师啊 所以我是觉得说文化部跟交通部 港务公司还应该再继续在协商 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 旧委员你也知道我想您太清楚了 所以我们面临的是基隆码头记忆的保存 以及他的这个港海港的这个商业 商航运的发展 这就是我当时在您坐的旁边的时候呢 我写了一个小纸条 我说我们要找一个建筑的港务的历史文化的人 一起筹组一个小组来进行协商 因为部会之间协商都是各有立场 但是如果说有一个比较综合性的 全盘的这种协调谈判 才会有更好的一个策略出来 当然也许这个案子还在继续当中 因为我时间有限 我们就不再针对这个议题 我还是期望文化部跟交通部 港务公司再继续协调 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来符合社会的期待 刚才陈学生委员也提到 中央广播电台的虎伟与分台被拆了 那我们也看到前不久 新北市的普安堂也被拆了 可是我们是觉得将来呢 有很多的地方呢 其实应该多做一些普查 部长您知不知道颜思琦这个人 颜色的颜思想的思 齐天大圣的齐 是 我知道 她是什么人 颜思琦是就是清末的 在台湾史中的 她是明末的 明朝墓园的时候 我搞错了 福建漳州人 事实上是著名的海盗 那么有关于她的这些 相关的一些遗址 其实是值得去探讨 她的墓园在哪里 在嘉义的水上乡南乡村 她的很多的部署 她的部队驻扎的地方 在云林的水上乡 水林乡 那么水林乡长曾经有一次在报纸上 她特别提到 她很希望这个颜思琦的所有的相关的 这些遗址能够做有系统的调查 所以我也很担心 这些的遗址 如果还没有做详细的调查 具体的保存 甚至采取我们非常迅速的行动 也像虎伟分台一样 颜思琦本人的墓园吗 墓园在 但是她有很多的 留下来的她兵营 她的一些部署 还有一些遗址 都是在云林的水林乡 所以可以找这个水林乡乡长 因为我常常回去 我太太娘家在那边 我是觉得有必要进行普查 另外实际上很清楚 我们前两天才讨论这个绿岛一号 这个水下考古的工作 绿岛发现一个非常大的西方的沉船 但是这个经费上面 将来是不是要做一些专案的考量 当然实际上非常的认真 非常投入 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们目前已经发现了 至少一两百艘水下的沉船 在澎湖的海域 台湾周边的海域 这些沉船只要有一艘沉船 是非常有价值 进行探勘 打捞 保存 将来历史上的成就就非常大 而且对于历史文化的保存 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我会觉得 今天部长的施政报告 我觉得可能几个方向提供您参考 第一个修法是必要的 包括我们的文化资产保存法 刚才几个委员都是对文治法的修法 甚至未来的水下文治法的修法 制定都应该要加速它的脚步 但是地方自治跟中央之间的权责关系 应该要有更清楚的厘清 地方不作为或是甚至地方滥权 应该中央有制止或者是进行指定 进行采取具体保护措施的机制存在 那么另外一方面 地方政府也有一种不作为的 比如台江内海发现沉船 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 但是地方就核准了建筑开发行为 所以那个度假村就把那个 古代留下来的沉船的遗址破坏了 所以未来像类似这种台江内海 我们有没有地方自治的一个规范 中央应该具体的跟地方进行沟通 他们的建筑开发行为 应该要有水下考古 甚至进行考古 遗址考古的机制 第二个部位之间部位协调 还是很重要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在文治法里面 有没有可能进一步强调 第三个文治的调查普查研究 就像部长给了250万 为了这个1273码头的这个调查研究 但是不是只有这么一件个案 全台湾有那么多 很多的民众都非常的强调 就是说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 今天这个有大江大海 1949年这么重要的 跟它有关联的这些文化资产 我们现在基隆才知道 基隆过去不知道吗 还是说基隆这个文化局不作为 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所以怎么样强化的文资非常重要 所以我会具体的建议 您将来的这个施政报告 或者未来预算编列的时候 由下而上 比如说我跟主席 我们也前不久去访问 陆港的这个人间国宝 他们有很多的意见 对你们的补助 对你们的这个传议的这个奖励 他们有很多意见 我建议部长去走到地方 去听听这些大师们的一些意见 作为你正要施政的参考 对文化资产保存法 对谷物的部分的修复 保存无形文化资产 还有将来的文资的普查 都应该要加快到脚步 是具体的去强化它 那么经费方面 应该要做适当的调整 那么最后呢 海洋文化的部分 或者水下文化的部分的保存 包括自由中国 现在呢 虽然是弄了一个棚子 但是棚子设计是非常糟糕的 它棚子那么窄 船在底下没有错 如果下雨永远是直得下来 它没有问题啊 可是刮了风以后呢 这个雨就打进去了 你也听过嘛 木料 木造船 干千年 失万年 半干半湿 胜半年 那么自由中国号 能不能保护下来 我们花了那么多的功夫 你也出了 你也写了过书 文化部也出版这个书 如果自由中国号不能保存 将来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自由中国号能不能融到 它的海科馆的第三期的工作里面 因为海科馆基本上就是海洋科技博物馆 它不是搞生态的 生态的海生馆是在南部 当时这一南一北的规划是这样子 南部组生态 北部组科技 所以是不是可以跟海科馆进一步协调 我的意思是说 今天部长提的这个想法很好 但是是不是这样在将来 你经费的分配 你的这个文化政策的这个优先秩序 应该有所调整 谢谢 好 邱委员 您说的都很重要 谢谢您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